没搞错,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极乐俄罗斯无人机 自7月以来,俄罗斯的无人机经常侵放其白俄罗斯盟友的领空 用夏克无人机攻击乌克兰 周四八架俄罗斯无人机飞越白俄罗斯领空 其中两架在距离乌克兰边界30公里附近 被白俄罗斯军队击落 此事似乎令白俄罗斯总组阿勒森德·鲁斯卡仙寇感到尴尬 在周四宇Telegram发表的声明中 白俄罗斯空军第一副司令 谴责俄罗斯无人机侵犯空翼 然而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指明他们是俄罗斯的 他说,我们已经决定摧毁他们 他补充说,我们正在调查此事 这不是俄罗斯第一次侵犯白俄罗斯的领空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了以来 至少有721枚的俄罗斯导弹 穿越过白俄罗斯领空 这次侵犯白俄罗斯的领空